《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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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香港文化藝術的音乐人 龚智成、阿龚 比对外国和香港的街头艺术 发现他们从本质上 已经有很大分别 当欧美地区 视之为一样传统 一门专业的时候 香港还停留于 为兴趣而表演的阶段 其实街头音乐 我们英文有个字叫Busking Busking这个字 其实反映了欧美 可能是百多年的传统 就是有一帮人 会在街头做熟悉的 艺术表演行为 而是一种可以 找到生活费的一种 所以在某程度上 是一种工作 到现在的地方 香港 可以看到大部分 例如中環也好 上菜街也好 他们其实是一种拖别 一种兴趣 香港人经常都说 生活空间不足 但是所谓的生活空间 其实除了住屋 文化修养的角落也非常重要 可惜这种模式 经常被忽视 甚至是淘汰 香港有很多比较奇怪的因素 不太鼓励湖外演出 很多时候好像做个居住的环境 是比艺术文化会发生的地方 比较重要的地方 比较重要 当然我不同意 我觉得每个城市 你如何 土地如何贵 如何擠逼也好 其实也是需要 在城市户外空间 允许艺术文化的活动去发生 所以其实传统上 香港是比较在室内的表演 要欣赏文化表演 不少人的印象 还停留于买票、入场的程序 在阿公筹画多次户外表演的经验之中 就发现开放的表演模式 可以带给观众新的冲击 因为在剧场看一个音乐会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拘謹性 特别是听古典音乐 今天休息也不敢大声 但在街上 好像在艺术中心门口 或者在南屋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谁是观众 我不知道观众什么时候出现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有个人走过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么个人的音乐 他就停下了 一听就听完整场 接着下一场再听 可能每一场都来听 很多时候他没有任何期望 只不过刚刚走过 被音乐吸引了 被活动吸引了 所以其实可能性是很强的 很多时候我做音乐会的时候 完了之后 很多人都跟我握手 说谢谢 因为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有意思的活动 所以我们也很欣赏很多时候 也呼吁很多人 所以告诉朋友 有这样的活动发生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 例如南屋这个音乐会的形式 其实每个社区里面发生 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们香港有足够的地方 就是问我是否很困难 找到地方做这样的户外演 其实不是的 譬如很多公园是适合的 我经常说要与环境合作 要与环境合作 我觉得有时候 譬如我经常好像 可能可以半岛对开海滨公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里可以晚上做古典音乐 或者下午做一些 不是太吵的音乐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问题是 譬如政府那边 譬如公园场地管理方面 他们如何把这个地方 肯开放出来 或者肯试试 肯做一些新的尝试 他们很担心 我让他们做的时候 有些噪音问题 有些人会投诉 骚扰民居 我觉得不一定 不可以做一个对抗 一个比较静的地方 做一些很吵的音乐 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有别于走上行人专用区 进行户外表演 要配合更多因素 对公志诚来说 这些考虑 都是文化和地区之间 互动得来的特色和生命力 我在艺术中心 其实做了40场 我一直都很感谢艺术中心 有这么多年的支持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艺术中心主要是 有三个演出场地 租出给其他演出者 其他团体 我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虽然可能到八点之后 音乐会很静 但仍然会影响到入面 所以我们经常跟艺术中心 不停在开会 如何处理一些问题 有时要很清楚 可能八点正要完整 真的要完整 不能再唱一句 因为真的影响到人 这是香港很多困境 但我反过来 工作困境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可能… 对我来说 我不希望… 譬如我做的事 会让人觉得我和他们对抗 我是希望对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解决这个情况 即解决这个问题 在阿公的理念之中 表演并不是要霸佔空间 而是在一个平台之上 和市民分享艺术的乐趣 达至双赢的局面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